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察能力 这节课呢我们继续来学习构图的进阶技巧 我不想在每堂课里面教你们太多的知识 这样的话不仅理解起来会有困难 而且你也不可能有充足的时间去一一实践 如果你只是听课而不去实践的话 那我教你的东西很快就会忘光光了 所以希望各位呢依然能记好笔记 带到拍摄现场去 在拿起你的手机进行拍照的时候 别忘了套用其中一个两个或三个摄影技巧 今天我们来讨论四个方面的事情 第一是立体透视 第二是对比 第三是质感 第四是形式 什么叫立体透视呢 立体透视就是看上去像是个立体的东西一样 这种视觉现象通常使用近处的物体会变大 远处的物体会变小的近大远小带来的 那么如果我们强调立体透视 画面就会非常有立体感 如果我们故意去规避立体透视 那么拍摄的画面就叫平面化 首先来看看立体感的画面是什么样子的 在拍摄一幢古建筑物的时候 我们可以仰着向上方拍摄 而且你最好是站在建筑的45度角 让屋檐冲着你的方向飞过来 加上又是仰头拍摄的 所以在这个角度看来屋檐会飞得最高 因为它既离得近了 还变大 这就是立体透视的一种 看到这个画面不需要我解释 你就知道 哦 这是一个立方体的建筑物 它的左边那面墙和右边那面墙 呈现90度的夹角 相反的 如果你站在建筑物的正对面 比如说它大门的正对面来拍摄的话 就不会有这种立体感 至少没有这么强烈的立体感 这是网易的楼外观 你可以看到近处的窗户变得有多大 远处的窗户有多小 这个极具的大小变化 就是带来所谓立体感的来源 同时呢 近处这栋楼非常的大 远处那栋楼非常的小 这是怎么做到的 一方面 我使用了准光角的手机镜头 当然了 如果你想用立体透视更明显一点的话 你可以使用真正的光角镜头 或者是在手机镜头前方再加广角附加镜 但另一方面 是因为我站的位置呀 非常贴近右边的墙面 你越贴近这个墙面 进出了窗户就会变得越大 越远出了窗户就变得更小 但是太过分的贴近它并不是个好的主意 因为在那个角度上 你根本就看不出来窗户还是窗户了 这种极具的立体感能带来很强烈的震撼 好像这栋楼原本大小被进一步的夸张了 这就是很多摄影爱好者最老说的 广角里的世界更辽阔一些 其实不只是在拍摄大的场景时需要立体感 有时候我们拍摄一个小的场景时 也需要立体感 在出发前往巴厘岛之前 我们坐在上海的一个酒店里 这个酒店的门口一出门 就有这么一个标志印在地上 现在我们面临两种选择 第一是站的高高的往下俯拍这个标志 那样的话会没有立体感 第二呢 是站在这个标志的斜后方 45度角俯视向下拍摄 这样的话就会获取立体感 人物的脚会变得很长 脚会变得很粗 头会变得很小 远处露出的砖块会越来越小 这也是一种立体感 只不过它没有刚才的画面那么明显而已 与立体感完全相反的一种构图方法是平面化 当我们站在建筑的正正正正正对面拍摄的时候 它就变成一个平面图形 不再有立体感了 这个牌匾是这样 这个绿植也是这样 它长满青苔的墙面正对面 我们垂直90度 朝这个砖块去拍摄的时候呢 砖块就没有谁会离我更近 也没有谁会离我更远 人人平等 呈现出完全没有立体感的画面 在这个砖块里面藏有很多的辅助线条 你可以看看这些砖块之间的接缝位置 你就知道这个画面被拍出来有多么的平整 我这里要补充一个知识点 如果你拍摄的画面正位于完全的平面化和少许的立体感之间 那你就完蛋了 因为这些线条开始汇聚 开始倾斜 但是它们又没有那么明显 所以很多观众一看到你这张照片的时候 他们的下意识就是 哇你拍歪了 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 是因为有一丁点的立体头饰而已 所以总而言之 要么就完全的立体感 要么就完全的平面化 如果说刚才的砖块是比较容易被平面化的画面 那这个画面就会稍微的难一些 因为它没有那么多辅助线 你需要的拍摄现场仔细观察 你的手机是否真真正正的 正对着这一个红色的铁门拍摄 也就是说 你的手机的屏幕的这个平面 必须跟你正在拍摄的那个平面 处于完全的水平状态 有人说那怎么构图呢 怎么把这个小草摆在画面中央偏下的位置呢 很简单 把你的手机保持与对方垂直拍摄的情况下 平行的上下移动少许即可 除了完全与被摄平面保持垂直状态拍摄以外 我们还有另一种方法来平面化一个画面 比如说这是一个立方体的一角 当我们找到这三条边汇聚的那个顶点 把手机的镜头摆在这个景点的正对面拍摄的时候 这三条线之间会分别呈现120度夹角 虽然由于光线的关系 它们之间有明灰与暗之分 但是当你第一眼看到这种完全对称的画面的时候 你就会怀疑这种立体感的存在 甚至有的人看到这张画面会觉得 它好像是个凹下去的 而不是个鼓出来的顶点 这玩意是一种视觉上的魔术 巧妙地运用一种完全对称的立体感 来引起人们的注意 这个画面是刚才那个画面的复杂版本 但基本原理还是一样的 就是在一个看上去是平面的东西里面 突然出现了一个立体感 这个三角形的阴影很明显 就暗示着它上方的那块平面 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平面 而是一个凸起来的有夹角的东西 而下方的平面呢 也不是一个完全的平面 有小坑坑小洞洞的地方 是往后退过去的 而白色的光滑的面 有一个向外的夹角 这样一来 上面的平面往外凸 下面的平面却往里凹 才体现出如此夸张的三角形投影 这是在平面画中隐藏立体感的例子 接下来 关于对比的手法 稍微有点复杂 我们有四种对比的方式 大小动静 明暗 和虚实 什么叫大小对比呢 比如说 这个大树本来就够大 下面的查数呢 其实也不是特别的小 如果你只拍大树和查数的话 你就不知道这个大树到底有多大 于是我们等待一个人物 进到画面中 人毕竟是比较小的生物 所以这样一来 大自然和小人类之间 就有了一个比较明确的对比 这叫大小对比 它有助于表达我们的主题 比如说 想说龙井这个地方 生态环境到底有多好 有多少的绿植 当地的人们保护环境 有多么的成功 或者是说 大自然和人类的关系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人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尊重大自然 不管怎么样 你的构图手法 你的艺术创作手法 一定要和你的主题紧密相连 到底选择哪一种构图方法 来创作这张照片 选择的根本标准 就是主题本身 再比如说这个画面 小小的民居和高高的寺院的墙 因为这个寺院本来就建在山上 而我离寺院又非常的近 所以即使是用iPhone的准广角 35横并前头拍摄这个画面 这座大殿也会显得格外的高大 它甚至比远 除了山要高大多了 这样一来信仰就变成第一位的 和远处的大自然遥相呼应 我们看完大的片子 再来看看小的片子 我们所谓的大片指的是 宏大的视觉上宽广的片子 而小片呢 指的是生活中的小的细节 说实话 手机摄影对于记录生活来说 是非常有利的工具 而记录生活是摄影的 非常重要的意义 这是我们家小卖卖的小手 因为经常看到我们在键盘上敲字 它几个月就喜欢学着我们的样子 用它的手在键盘上拍打 我把手机伸到正上方 用平面化的拍摄手法 拍摄了这张照片 这样一来立体感觉不见了 周围的杂物也不见了 因为键盘是大家熟悉的物体 大家都知道每一个按键是多大 所以看到这个键盘时 就知道这只手有多小了 我们承认了一个手掌 足够覆盖整个键盘的一半 但它的小手 只够覆盖几个小小的按键而已 这也是一种大小的对比 如何凸显这只小手有多小呢 我们是拿大家熟悉的键盘来做对比的 动与镜也是可以对比的 比如说这是一个镜的房子 它是太妙了的一角 在这个大殿的四周 有一条非常狭窄的小水沟 说实话这水沟并不是特别好看 但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水面的反光 再来拍摄这个大殿 我在旅行摄影的课里面讲过 凡事可以委婉一点 想说房子时不正面描述房子 想说水时不正面描述水 中国人不是讲究含蓄吗 现在就是你含蓄的时候 那这个画面里面 静止不动的房子和正在起波澜的水面 正好形成了动静的对比 这个对比可能更直接一些 静止的青苔 静止的花瓣和小溪之间 形成了动静的对比 这是在林芝的桃花谷拍摄的画面 人物的姿态有时候也是非常动感的 什么叫动感呢 就是生动活泼 不是直直的站立在那里 我们带着两位老妈到银河色后拍照的时候 他们拍的非常的投入 所以出现了各种各样有趣的姿势 我和李独宇站在后面 暗自觉得好笑 于是拍下了这个画面 现在细细看来 真的是非常有趣的 人物的姿态 越是不稳定 就越是动感 他预示着上一个动作是如何摆出来的 预示着下一个动作会变成什么样 那房子当然是不动的 和人之间形成动静对比 明暗对比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黑的尽量黑一点 白的尽量白一点 说实话 明暗对比的拍摄需要一定的条件 第一呢 它需要光线本身 光比很强 也就是说亮的地方确实很亮 暗的地方确实很暗 这样的光通常在晴天出现 而阴天基本上没有 另外一种可能性呢 就是拍熊猫 它本身的花色就是一块黑一块白的 那对比当然就强了 这里拍摄的是一个废弃的寺院 而这个呢 是在深红的岩石上 终年不化的冰川 你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冰川的右上角 有一块空缺 当敌人对此非常愤怒 因为这是咱们拍电影的时候 为了营造所谓的电影效果 炸掉的一块冰川 这些冰川在几百万年间 没有过什么变化 它们炸掉的这一块 又需要几百万年才能恢复得了 这个画面里 冰川和岩石形成对比 同时在云层之中 也有明暗之间的对比 这个画面也非常有趣 我们知道 每一棵大树为了争取足够的阳光 都会拼命地往上涨 并且这个大树抢占了地盘呢 那棵大树一般来说不会去侵犯 所以你们看到左下角长出的这个大树呀 它其实霸占了一块像花生一样的空间 但是由于这棵树呢 跟其他的树种不太一样 它发芽的时间有点晚 所以当所有其他的树 都已经长出树叶的时候 这棵树才刚刚开始发芽 于是你就看到了一个空白的空间中 又出现了一个黑色的线条 而这个空白的空间 跟其他黑色的线条 基本上是相吻合的 空白的空间是明的 黑色的树干是暗的 这也是明暗之间的对比 当然了 其他的树杀和明亮的天空之间 也有非常明显的明暗对比 明暗对比有什么好处呢 当明的很明暗的很暗 我们就叫黑白分明 这样的画面对比度是最大的 画面会显得很有力量 非常精神 虚与诗的对比也非常有趣 你能看懂这个画面吗 它好像是一个烟花 发射到空中正在爆炸的样子 又像是一个太阳 正在天边燃起火烧云 那些黑色的像是山体 但实际上它们都不是 这是我在海南大学拍到的一幕 地上只有一小滩水 我通过这小滩水呢 通过这一小滩水的反光 我拍到的是一个路灯 路灯的后面是一些树 拍完以后 我把这张照片倒过来给你看 看到的就是一种 介于现实与虚幻之间的场景 这就是虚与诗之间的对比 是抽象与具象之间的对比 这个画面的虚实对比 更容易被看出来一些 这种小鱼非常的小 如果你见过的话 你应该是知道的 我的学生轻轻 带着我在深圳散步的时候 我们见到的这条小鱼 它是在一个小小的店面里的 拍摄它的时候 它离我大概有十来厘米的距离 而我的手机呢 是紧紧的贴在鱼缸上的 下面是一些沙粒 这些沙粒离我手机的距离 恐怕只有一两厘米 所以离得这么近的物体 就变得非常的模糊 NEMO本身是清楚的 我的运气很好 这些沙粒呢 它堆出的形态 正好是个流线形 就像是真正的海底那样 有的人在拍摄鱼缸里的鱼的时候 总是担心鱼缸上 会有自己的反光 实际上这没什么好担心的 隔着玻璃拍摄物体的时候 只要把你的手机 完完全全的贴紧在玻璃上 你就看不到任何的反光了 当然了 如果你不要去购买白色的手机 不要购买什么土豪金 或者艳黄色橙红色的手机 而只是用一个黑色的手机来拍照的话 玻璃上呈现反光的可能性 就会大大降低 索尼公司呢 在每出一款手机的时候 都会送我一两台 希望我能用一用 给他们提出一些建议 那有的时候 他们给我的手机是白色的 我拿到手的第一件事 就是给他装一个黑色的手机壳 在雪天或雾天的时候 为了让我们的画面里 不是只有那些模模糊糊的 虚虚的圆景 我们一般都会非常刻意的 在近处放一些深色的物体 圆景是虚的 近景是湿的 画面就会漂亮得多 质感又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想尽办法 把物体本身的粗糙程度 软硬程度给表现出来 表现质感的最好方法 就是用测光 针对你真的拍摄的物体平面而言 光线射进来的夹角越是小 质感就越明显 你可以看到每一个小小的凸起的实力上 都有自己的向阳的部分和背阴的部分 每一个小石块都出现 明暗的交织极为丰富时 就出现了质感 枫叶的质感和地面的质感是不一样的 地面上被涂了白线的质感 和没被涂白线的质感也是不一样的 把这些东西表现出来 画面就变得非常的逼真 看到这个画面的人 就好像是伸手就能摸到这块地面的质感一样 这就叫质感好 看到这棵树你会伸手去摸吗 它非常的粗糙 而且带有很多的小刺 你甚至能想象到你摸到它们的那种感觉 这个质感又是怎么拍出来的呢 阳光位于左侧 这棵大树是个圆柱形 左边还是阳光射到了黄 到了右边就慢慢地不受阳光的影响 变成了蓝色 蓝色怎么来的 我再说一次 蓝色是因为太阳对面的蓝色天空所映成的 除了使用一个完全的侧光来拍摄质感以外 我们还可以结合刚才说过的平面化的技巧来拍摄这个画面 既然质感已经这么出色了 我们就干脆把它平面化吧 立体与我无关 环境与我无关 我就需要把这个画面的质感表现得淋漓尽致 所以用平面的方法来表达就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了 你也可以像正常的那样 仰头去拍摄一棵大树 只要光线足够合适 它的质感足够夸张 那依然是可以拍出非常漂亮的画面 冰块会有冰块的质感 它们是透明的 易碎的 玻璃有玻璃的质感 很多熟悉我的同学都知道 我最近忙于写书 泡在咖啡馆里的时候 到了傍晚 我发现这盏灯非常非常漂亮 它上面的玻璃结构完全就是扭曲的 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根本不需要把这个灯的外轮廓给拍清楚 我只要取这个玻璃的局部就好了 因为它的质感已经足够漂亮 因为外面的蓝色与灯泡本身亮起以后 在玻璃里形成的黄色反光 形成的鲜明的对比 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表现玻璃本身的质感 接下来 我还要为大家介绍四种画面的构成形式 也就是所谓的形式感 它们分别是中央 对称 重复 与突变 中央很简单 在没有学过构图的时候 很多人都是习惯把画面的主要元素 放在正中央来拍摄的 说实话 这不失为一种很好的构图方法 因为它让人觉得庄重 霸气 也会让我们觉得安静 而中央构图本身就是一种极度的简洁 没有比它更简单的构图方式了 去年有人把捡到的一只猫妈妈 和一窝刚出生的小猫 放在了我们卡图摄影图书馆的门口 我们收留了这一家子 这是其中最小的那一只小猫 从猫窝里爬出来 卖出的人生第一步 它甚至连眼睛都没有睁开 你可以想象 这一步对它来说需要花费多大的力气 我用手机 低视角构图非常低的视角 就像你想象的那样 我又把手机倒了过来 用这样低的视角来拍摄这个画面的时候 小家伙就变得非常的高大了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小肉爪子 和它的面部表情 是用中央构图 有助于凸显这一故事的神神感 直到现在 我都是用这张照片做朋友圈的封面照 每一个生命都是一个奇迹 相比而言这是一个大家伙 龙猫 我忍不住要去拍摄它 因为我觉得它像极了电影里的尤达大师 非常谦卑 而且好像进入了禅定的状态 它的眼睛是半睁着的 而它整个身体轮廓呈现出一个圆形 事实上龙猫非常的瘦小 它们显得这样的胖 完全是因为它们有厚厚的毛发 所以那既然它看上去是个球 我们就还是把它放正中央吧 这样看上去更加的稳定 和它的表情和动作也更加的搭调 对阵构图有很多种 我们可以左右的对称 也可以上下的对称 在拍摄中国建筑时 左右对称是非常容易找到的 只要你真真正正的站到了合适的位置 左一步右一步都不可以 如果这个建筑本身不是对称的 那没有关系 如果它有玻璃的木墙 我们可以贴着这个玻璃墙拍照 这是我们搬家以后 把手机从玻璃窗伸出去拍到的场景 为了取得一些特别的构图 我们经常会干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想提醒你们 一定请注意安全 自己不要掉下去 手机不要掉下去 你要知道从这么高的高楼上 如果手机直接掉在地面上 如果要砸到了人 很可能是致命的 只是北京的雾霾天 你可以想象 并不是只有晴天 才是拍照的好天气 天气越恶劣 照片越精彩 在这里呢 我不花太多的时间 来给大家解说 关于天气的问题 具体的 每一种天气的摄影技法 以及在不同的光线环境下 不同的旅行目的地下 到底如何拍出好看的照片来 你可以去购买我们的 无摄影部旅行专题课程 在那里我会详细地给大家介绍 这是对称吗 大体上是 但是它又不是 左边是两个凳子 右边就是一个扁带 和一个监控摄像头 你发现了吗 在这个对称场景中 我们也使用了平面化的拍摄机法 注意 这一次比较麻烦 因为我们要拍摄一堵这么高的墙壁 所以我不可能站在一个正常人的高度的拍摄 我高高地举起了手中的手机 因为我如果举得不够高的话 左右两条绿线 两个柱子 就会出现近大远小的变化 平面化就不够彻底 话又说回来 为什么要拍摄这堵墙呢 正是因为它在对称中 又有了不对称的细节 给我们的视觉带来了一些惊喜 重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拍摄一些形状类似 大小相同的物体 不断地重复它就好 这些画面我们很容易在路边摊 或者是超市里拍到 只要这些物体不停地重复地出现在画面之中 而它们之间又稍微地有一丁条丁条的变化的话 这个画面看上去就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们也属于在一种简节中 有一种细节的变化 这些树叶虽然不太一样 但它们都是落叶 也算得上是重复的一种 突变是基于重复的 在重复的基础上 突然出现完全不同的物体 这叫突变 突变本身就是一种趣味 而突变的物体就是我们画面的主角 虽然它站的面积并不大 但它仍然是毋庸置疑的主角 框架构图 就是拿一个画框 把你想拍的物体框起来 在这里用了实际上窗户 一旦有画框的出现 我们就会觉得中间像是一幅油画 但实际上它并不是 它只是远处的楼房而已 为什么屋里这么黄 因为是无私灯光 为什么外面那么蓝 那是因为这是傍晚 我带着学生们在西藏长途旅行的时候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厕所 大家开开心心地上完厕所 我一抬头 哇 这个画面简直太漂亮了 它就像是一场老电影 玻璃上的屋渍 反而变成了胶片的划痕 进出稀稀拉拉的灌木 远处的山 天空的云 搭配的异常和谐 我不知道你们上厕所的时候 会不会仍然保持好奇心 仍然记得去观察这个世界 臭一点没有关系 憋得气就好了 这又是在杭州 道观的建筑也是修得非常有趣的 在它的山门两旁的窗户 总是圆不流球的 我们正好可以透过它 做一个圆形的框架构图 你可以想象 我从中央再画出一长一短 两根黑线的话 这就像是一个挂在墙上的钟表 在家里面可以运用框架的构图吗 也可以的 我们图书馆的馆长 喵小咪同学 有一天钻到了书柜里面 它是一只见多识广的猫 也是我们整个街区的明星 在图书馆出入自由 所以其实这个聪明的家伙 并不担心自己会出不来 他只是好奇地看在外面的世界 眼睛里正好出现了眼神光 在书柜玻璃的正对面 把这一幕拍下来是最好的选择 上方和下方应该留一些空间 因为只有这样的话 书柜的这个环境 会被交代得更明确一些 书柜的把手要留下吗 一定要留下 这对于框架是什么 给了一个明确的暗示 难以避免的书柜还是有些反光 不过幸好 我拿的是黑色的手机 以上是对于整个画面而言的 整体的构图技法 下一节课 我们再来看看 画面中的点 线 面 应该如何搭配 照片才可以更漂亮一些 这一课就到这里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physically 妹妹俊